我們看下這題目 六罐不同的飲料 每次至少選取一罐 共有幾種不同的取法 那麼這裡 首先我們利用這公式 我們N以6代入 那麼可以得到這 C6取0 加上C6取1 加上C6取2 加上C6取3 加上C6取4 加上C6取5 加上C6取6 這等於 這是2的六次方 那麼我們這裡有六罐不同的飲料 每次至少選取一罐 那麼總共有 在選一罐的時候 這是C6取1 或者是選兩罐的時候 這是C6取2 或者是選三罐的時候 這是C6取3 或者是選四罐的時候 這是C6取4 或者是選五罐的時候 這是C6取5 或者是選六罐的時候 這是C6取6 那麼這式子呢 就是這裡的這個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把 這C6取0 移向過去 那麼我們得到 這是2的六四方 去減掉 C6取0 那麼這是1 因此呢 我們答案就是 2的六四方 減1 這個答案 因此我們這題答案 是要選C 這一個答案 這一個答案